最近有两件事值得咱们关注一下 都跟控枪有关 都跟枪支有关 一个是联邦大法官的一个裁决 这个裁决就是 他是针对纽约州的以前的一条法律 就是他推翻了纽约州以前对于控枪的一条规定 就是认为大法官的裁决 就是说民众有自己拥枪的权利 不能因为纽约州的那条法律而受过多的限制 所以他裁定纽约州的法律是无效的 是违宪的 纽约州的那个法律什么呢 说你拥枪可以 但是你不能随便的带枪到街上走 除非你有什么什么的一些前提条件 他设置的前提条件 联邦大法官把纽约州的这条法律给否了 再有一个就是众议院参议院都通过了控枪法 那么控枪法的话 我看也是复辟蹭养的一个 这个控枪法案 拜登总统已经签了 就是在十几天前吧 他在出国去参加那个什么 什么七国集团 这个峰会啊 北约峰会之前 高高兴兴地签了 那参众两院之所以能通过这个控枪法案呢 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呢 就是德州又出又发生了一件 这个令人特别遗憾 特别这个悲痛的事啊 就是小学校园枪击案 又死了很多人 那总统拜登的说法就是 哎呀 老百姓啊 就是盼着我们要做点什么啊 今天我们通过了这个控枪法案 我们总算是做了点什么 这样对老百姓呢 就算有那么一个交代了嘛 实际上咱们要是看那个控枪法案的内容呢 哎呀 真是伏辟蹭养的吧 你看他那个控枪法案主要内容是什么啊 加强对18岁到21岁的什么潜在枪支购买者背景调查 包括这一年龄段的青少年精神健康记录啊 就是过滤一下 把那些不合格的这个 呃呃 购枪者啊给刷下去 不让他们买枪 第二个呢 就是为身 呃为心理健康项目和学校 这个安全升级提供一笔资金 150亿美元啊 这个呃不是太多 啊 再有的话呢 要提供资金鼓励各州啊 通过那个红旗法案啊 Red Flag Law 就是允许啊 州还有这个联邦法院呢 就是强制收缴 被法官认为具有危险性的那个持枪人的那个那个枪支 啊 还有一点就是呃 堵塞所谓的这个男友漏洞啊 就是在现在的法律呢 是禁止跟这个受害者有婚姻关系的这个啊 家暴犯罪者啊就购买枪支 不让他们购买枪支 啊 但是呢啊 没有强调呢 就是男女朋友这一情况 有了婚姻状况是一个情况 你正在谈恋爱的期间的话 这是这叫什么 未婚状态 但是他们的已经是谈恋关系了啊 把这个漏洞给堵上了 仅此而已 那你说就这么一个法案 能不能起到保护美国人民的这个作用啊 起到这个效果呢 我看啊 呃 真是呃 我有很大的疑问 这个控腔法案还是留了很多的这个漏洞 咱们看看里面的漏洞啊 就知道啊 啊 这个这个控腔法案实际上就是一个鸡毛蒜皮啊 复皮蹭痒的一个东西 你看这个法案有几个重点啊 呃 第一个红旗法 第二个对精神健康服务的一个调查 再有就是什么强化校园安全 还有一个是什么取缔买卖枪支的这个二道贩子啊 还有这个强化对这个二十一周岁以下 年轻人买枪的那个背景调查啊 还有说制定一段时间用来审查这个什么买枪人的健康问题 那咱们会提一个问题啊 实际上咱们都清楚啊 这个法律的规定啊 应该是啊 专门啊 去治理这个不守法的啊 那一部分人 真正的守法公民呢 他自己有这个自我约束的这个这个能力啊 他不会说是这个随便去这个触犯法律 所以定法律的时候啊 这有一个概念就是把所有人都看成是小人啊都有可能啊会是这个这个啊 时时刻刻都有违法的这个这个可能性啊 就像那个以前有一个电影叫做警察局长的自白啊 这个说什么叫什么叫守法公民啊啊 就是那些还没被逮着的 这个空腔法案以我看它最大的漏洞在哪就是没有用这个经济手段啊 你要如果说用了经济手段啊来这个空腔啊 这个效果啊远比一些这个什么行政的什么这个规范呢啊要有效的多 所谓的经济手段的话呢三个方面 一个是费一个是税还有一个是保险 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啊 你要买枪可以你拥枪也可以啊 除了背景调查之外啊 你这个每支枪是不是每年要跟那个什么汽车啊 我啊牌照费一样 你收他每年一次费这个应该可以吧 对吧 你看啊我们有拥枪的权利 也有这个我买辆汽车的权利 你买了汽车之后实际上事还没有完 你每年还要交那个年减费吧 叫做license fee对不对 这是一笔啊 每年收一次 还有呢就是汽车的话 你一定要上保险 为什么要上保险 因为汽车你开着在路上的话有危险 那持枪就没有危险吗 持枪照样有危险吧 你要走了火了 你要说这个开枪打了人了 这算不算这对于公共安全的一个一个安全的隐忧啊 如果算的话呢就应该啊 啊有这个枪支保险 所以咱们说过多少次啊 这个应该从费税啊还有这个保险这三个方面啊 这都是属于经济手段的啊 引入到啊 引进到那个枪啊 控制枪支的这些啊 立法内容上面去 还有一个是背景调查 现在的背景调查 你说加强对二十一周岁以下的啊 年轻人啊 那么二十周岁以上的呢 那背景调查啊 是不是沿用以前的现在的背景调查 就已经非常疲软非常宽泛非常宽松啊 只要你以前啊 这个没有这个刑事犯罪记录的啊 基本上是可以通过 那么为什么强调二十一周岁这一点呢 就是因为啊 发生过很多次枪击案呢 是这个青少年的一个枪击案啊 他们这个难以控制自己的这个行为啊 所以造成了很大的这个悲剧 那实际上呢 对于年龄超过二十一岁的啊 这个弟弟道德的成年人的话 他们也有可能啊 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用二十一周岁这一点的话 实际上并不是关键的 我们听说过很多例子是什么呢 他并不是说年轻人才这个开枪犯案啊 很多的例子是这个老年人啊 八九十岁的啊 他真是啊 活的岁数够长也够大啊 但是呢 其中一个配偶啊 他这个久病缠身啊 躺在病床上啊 真是没有生活的乐趣了啊 他这个活在世上一天的话呢 他不是在享受啊 是在忍受的痛苦 那么深爱着他的那个老伴啊 他的配偶啊 就不忍心看到自己心爱了 心爱的人呢 这个忍受这样的痛苦 所以他们商量说干脆啊 来个痛快的吧 很多案例是这样的 老头把老太太开枪给打死了 或者老太太把老头给开枪打死了 他们是出于爱啊 并不是说出于犯案 当然呢 这种这个开枪杀人的这种这个这个行为啊 那是触犯法律的啊 那个时候的话 老头还是老太太开枪的 他们就非常坦然的啊 就警局报案 说我发了这个案了 给我抓起来吧 那警察给他抓起来 又能怎么办呢 已经九十多岁了 你关他 审他还是怎么样 他完全承认了 老头老太太说了啊 这个开一枪啊 结束生命的话呢 是因为出于对对方的爱 不然的话呢 你让他活在世上的话 你比给他上行还难受 还有一点说 对于初次买枪的人呢 做背景调查 你再怎么严格 他也是一次性的调查 现在的一次性的调查呢 是管管终身的啊 实际上这个呢 咱们说过啊 这个认为啊 咱们认为 这个应该经常性的做背景调查 不是说你一次性调查完了之后 就确保这个人啊 以后的啊 后半生啊 余生他就不会再犯错误 不会再犯罪 比如说咱们体检 每年都做一次体检吧 你不能说 今年我做了一次体检 我身体没毛病 我是健康啊 完之后呢 就确保我这个啊 从今往后就永远健康啊 这个是不对的啊 要每年做一次体检 每年做一次体检 如果您认为是有必要的话 那么请问 每年做一次背景调查 是不是也有必要 赞举几个其他的例子 你看像社会福利局 发这个老人福利的时候 每年都要审查一次啊 这个有没有变化啊 没有变化啊 按照以前的规矩走 有了变化的话呢 就要按新的规矩走 有的甚至领这个社会福利啊 一个月都要去这个社安局啊 去报道一次啊 说明一下情况 您拿出社安局对审查啊 这个领社会福利人的那种啊 一丝不苟啊 那个不厌其烦呢 那种精神来 那种态度来 你对于把用那种态度和精神呢 你去对于持枪人的啊 这个背景的一个调查 我想这一点的话 应该是啊 对于公共安全呢 有所帮助 另外咱们提出来 就是对于这个有心理疾病的人呢 应该有这个追踪的这个办法 实际上有技术上做起来也不难 你看对于那种家事犯啊 这个假设出来的话 警局还可以给他带那个叫什么 电子脚镣吗 让他定期的到警局报个到 对吧 另外他的行踪呢 也可以啊 跟踪啊 他走到哪了啊 警局都可以啊 抓住他的这个行踪 那么对于心理方面啊 就是不是很正常的人啊 对他的这个行为啊 这个行为轨迹啊 有所追踪 这样才可以啊 起到这个保护啊 公众安全的这个作用啊 民众有拥枪的权利呢 这是宪法保障的啊 这个不能够剥夺 但是呢 宪法的保障 你有拥枪的权利 可没有说啊 不可以对于这个拥有枪支这件事啊 强化一些社会上的 社会层面的一些管理 你不能等于是放任自留吧 所以啊 咱们认为这样比较合理 一方面呢 咱有拥枪的权利 另一方面啊 必须要承担啊 这个维护公共安全的这个责任 同时呢 要尽到这个义务 最好的办法是把经济手段 引入到这个空枪法案里边来 经济手段呢 最主要的三个方面 税 费 还有一个保险 如果哈 这个国会真想干点什么 啊 事的话啊 就尤其在空枪的议题上 啊 我想他们应该啊 采纳我们的这种非常好的建议 把经济手段呢 引入到空枪立法当中去 善出五个困家 咱们我刚相处都拿八百百百百百万 四個 Italia 四个大的 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